满满的水箱里面猪马的水 没有了空气 我们把水槽整个封锁起来 我们看到张瑞宁除了身上手上还有水槽的加速 而他手中砸的唯一的打开的方式就是这根小小的区别针 大家知道一个人在水里的憋气时长是多少吗 50秒到1分钟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1分钟的时候就要呼吸了 如果没有呼吸 你会意识慢慢的恐怖 你会动作慢慢 精度度会降低 慢慢的你会有身体的危险 所以对于张瑞宁来说 希望他能够在1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够逃脱出来 244个我们看到时间也来到了50秒 张瑞宁你要快一点 留给你的时间不是很多 1分02秒 1分02秒 好他打开了身上的枷锁 好接下来他试图打开水槽的枷锁 1分2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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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 1分38秒 快点 快点 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 没有氧气了 快点 1分49秒 1分55秒 快点 2分06秒 快点 2分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2分17秒 快点 张瑞宁 最后一步 快点 2分19 20 2分21 张瑞宁 24 26 逃脱成功 尖叫声 我才后台看的真的是往前决一发 我想起了张瑞宁在2016年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路舞台上 作为一个比较中国的女性 她的极限逃脱表演 叫声